現在在要過年 很多愛心的企業 或是朋友都會關閉閉 或是其他的東西 但是台北市就有一定發現說 有獨家的長輩 一拜是領八百的閉閉 算是放到生堂 其實老大人又比較需要 可能是有主要 五年份 所以在你裡面 幾月生日一個幸福十倍銀行 可以交換這些東西 也鼓勵六歲民眾來社區做志工 來換你所需要的東西 這種的觀念 讓台北市政府想要全面來提供 就是很多的長輩 他一個人可以在過年過節拿到八寶米 可是放到家裡只有米就是生蟲 那怎麼樣讓這些食物重整過 讓得到需要的人 可以得到那些長輩 可以拿米來跟我換他的尿布 這世民眾在市政府銀行裡面開火 這份最近培養裡面有五百點 可以來換因素養的物資 不然換食物 衣服 也是就煮了也可以 點數用刷可以到社區做志工 做技工 換點數才換物品 而且全部都電腦花 相關的東西 最好送到誰的手頭清清楚楚 連台北市政府都計劃 要把這個經驗推廣到更多社區 如果他這個做得非常成功 那有一個儲行 那我們就會再把這個部分呢 利用我們民政體系跟社政體系的力量 把它推展到台北市 市政府銀行選在冬 稍稍的天氣裡面開幕 不然現場是衝完溫暖到愛 為了要讓市政府銀行 咕咕長長長走下去 立場也告訴了 有愛心的企業還是人事 可以把物資關來這裡 讓愛心的物資 可以告訴有的人出頭 這樣不會打算也不會浪費 繼續看出丹利鳳 台北報導 下廢了 下廢了